今天宝地宝卖过生日 然后所有今天早上专门去给他弄了四种竹子 然后有一种专门只有冬天才有的 但我给他找到了 我觉得他们看了以后会非常开心 四个四岁 举起来看 但是完成效果就这样 这是最大的横竹子 我们家里有横竹子 希望他们都喜欢 快乐 快乐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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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的众生的众生 我们的众生 保弟和宝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 为大熊猫 保弟和宝妹 专门举办四岁生日庆祝活动 和请代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 向他们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祝两只可爱的熊猫生日快乐 我每周来来来 因为现在离开 所以当我离开 我会来来更多的时间 我喜欢犬牙 我希望她的四岁生日很好的健康 然后他们会有很好的生活 在中国远远远远远远远 我希望他们可以留在这里 一段时间 你会有很好的感触 他们很美 在一起玩 2014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房比前夕 大熊猫 星辉和好好 作为中比友谊使者 来到比利时安家落户 9年时间过去了 在原方的精心照料下 星辉和好好 健康成长 天宝和双胞胎 保弟宝妹相继出生 给大家带来了欢乐 更见证了中比两国人民的深厚情意 今天我来天堂动物园 来转教习近平主席 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 董博先生的父姓的元件 他非常激动 非常高兴 认为这贡献提供了 习近平主席 对中比友谊的重视 和对中央动物园 建设的关怀 为什么我想建立一个树 长时间之前 带来的双胞 因为我认为 这个中央的中央的树 是中国最终的秘密 最终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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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看着蝙蝶 看着蝙蝶 你能开门 你能开门 你能展示他们 中国的美丽 那是我的挑战 这是我的挑战 是 帮助我们的双胞 我非常喜欢 多年来 中国与世界各国 共同努力 积极开展 大熊猫繁育 联合研究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强化大熊猫 及其栖息地保护 截至目前 大熊猫数量 已增至2286只 由兵威降为易威 这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 一项重要成果 整个场馆的建设什么的 都是按照四川的环境来的 让好好人心灰 还有以后出生的熊猫宝宝们 然后能很快的去适应这个环境 这就是我们新的那个 宝地宝妹的那个建设 然后他们特别喜欢 然后也是给它用的底下 用的那种木头的那种 屑屑就是屑皮 然后给它弄的非常天然的地面 所以给它做一个非常天然的地面 所以给它做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可以分享这种友谊 这种友谊 让这种友谊的 中国的友谊和中国的 中国的友谊和中国的 中国的友谊 可以当然 持续为全世界的 我设计 我设计为 那些羊猫的 在一个时刻 能永远的家庭 永远的家庭 一定会在我们的家庭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 非常非常厉害 而知识的中国 和中国的 中国的爱情 我认为 我认为 我已经有很多年来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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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 大熊猫 在这儿 生活的 很厉害 我认为 我认为 大熊猫 在这儿 我认为 这种友谊 我认为 我认为 中国的 生命 保护 和 保护的 大熊猫 在这儿 生活的 非常愉快 以及 使老百姓 非常喜欢 我们在天生动物园的 大熊猫 我相信 中比友好 和大熊猫 故事 会继续 发扬光大 把 中比两国人民的联系 能够进一步的紧密 使两个友好的基础 更加扎实 保护宝妹 刚办的新家 特别开心 因为所有东西都给了新的 保护跟保护 他们两个有点不一样 就是保护的心态特别好 无论再多的人 他就干吃吃 干玩玩 然后保护呢 他就会确定周围的安全情况 然后确定了之后 然后才会 才会出来 保护姐姐喜欢 爬到那个最高处 然后就 瞭望 瞭望所有的那个人 去然后睡觉